新年快乐 现在是2024年1月1号的凌晨5点半 我来到了吉林浑春防川风景区的龙虎阁旁边 一会儿呢在这里将举行祈福活动 现在实时的温度是零下9摄氏度 感觉不是很冷 一会儿呢我们将上到这个顶端 看到这个烟花在面前绽放 然后中外游客共同在这个龙虎阁的上面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2023到2024的跨年活动 我从昨天晚上经历了篝火晚会 然后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 在这个围着篝火跳舞 然后大家一起也看了烟花 感觉非常嗨 然后从昨天12点多到5点多 这个中间几乎是没有睡的 因为感觉很兴奋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吉林浑春进行跨年活动 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来绕一圈 你看上面是通的 我们现在离烟花好近呢 哇 太漂亮了 我所在的吉林浑春呢 是中俄朝三国交界 然后吉林浑春呢 在吉林浑春风景区的龙虎阁呢 吉林浑三国 我 又在吉林浑春呢 我还没多过 吉林浑春呢 一个围着 一个围着 我 可适合 往一山 一路 柴 基本上吧 因为在上学嘛 所以就每年都不久 然后今年有什么样的感受 今年感觉不一样 因为身边多了一个人陪伴嘛 感觉很好 一年王三国的地方挺正的 一会去旁边就 就这种烟花真的是在 面前都爆开的感觉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随着烟花的受放呢 天边也微微亮起了霞光 那一会儿呢我们期待的 新年的地狱鼠呢 就要来了 新年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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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